该片主要讲述了三兄弟爱上同一个女人的故事 在美国西部的印第安那居住区 离婚后的上校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 过着婴儿子得的生活 老三大学毕业后 将自己美丽的未婚妻苏珊带回了家 然而老大第一眼就看上了苏珊 而苏珊却看上了狂妨不羁的老二 四个人就这样开始了一生的羁绊 不久后一战爆发买枪热血的三兄弟赶赴战场 战争是残酷的 有一次老三自告奋涌上前侦探敌情时 不幸被铁丝网缠住 赶来的老二就这样眼睛睁的望着老三被敌人打死 自己却无能为力 伤心欲觉得他玩出了弟弟的心脏 让哥哥带回家里安葬 而自己由于无法面对苏珊和父亲 于是选择了在外的流浪生活 回到家的老大向苏珊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就在苏珊准备接受老大的时候 流浪在外的老二回来了 他克服了心中的那道坎 而此时苏珊选择了老二 老大为了成全他们于是选择了默默离开 某一天一头小牛犊被铁丝网缠住了 老二望着眼眼一息的小牛犊 弟弟死亡的阴影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心病复发的他逃离了家乡 踏上了未知的远方 而漫长的等待也令苏珊心灰意冷 他决定嫁给一只苦苦追求他的老大 而父亲却认为此时的苏珊已经是老大的弟媳 父子俩因此发生矛盾不再来往 七年后老二再一次回到了家乡 此时家里已经务事人卑 而父亲也因为中风而不能言语 他重新开始了家乡的生活 并且娶了从小就爱慕自己的女孩 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老三的生活似乎趋于平静 然而在一次进城返乡的途中 妻子被巡逻的警察给杀死了 悲痛欲觉得老二担起了心中的复仇之火 他杀死了警察 而自己也因此入狱 苏珊望着狱中老二流下了眼泪 然而老二此时心里早已误他 他的一生似乎注定在三兄弟间游走 最后唯有以此来求得解脱 影片的最后警察再一次找上门来 父亲开枪射杀了其中一个警察 就在老二为父亲挡子弹的时候 枪声再度响起 老大在后面杀死了另一个警察 父子两眼因此重归于好 套用电影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有些人们清楚听见自己心灵的声音 并爱这个生命生活这样的人 不是疯了就是成了传说 爱你哦 妈妈呆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